1964年 对于香港影坛而言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 3月初 葛兰在演完《啼笑姻缘》上下级后宣布西影 6月20日 电报公司老板陆韵涛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全部遭遇上惨绝人寰的空难事故 7月17日 著名女星林大自杀 8月 尤敏经过4个月欧洲蜜月旅行回港和宣布退出影坛 同时这也标志着一个充满中产阶级趣味 强调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空间的电貌时代宣布终结 上面所说的香港女演员尤敏是玉女掌门人的开山鼻祖 初入影坛 尤敏便以其清纯可人的外貌和田径戴雅的气质 获得玉女之称 1958年 他由邵氏转头电貌后 即因赤眼玉女私情中纯真温柔的李佩英而飞升影坛 尤敏在香港影坛素有玉女之称 这里是指尤敏擅长饰演那种初解风情 天真纯洁的少女型 此后 尤敏多次在荧幕上扮演此类温顺善良 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玉女 从而垫立了她影坛玉女的地位 尤敏的美不同于林黛的妖娆多姿 也不同于李丽华的百媚千娇 著名作家艺书从不掩饰自己对尤敏的夸赞 经常拿尤敏与林青霞相提并论 她曾经这样形容 我们都承认再过一百年 一百个人当中也不会有尤敏的眼睛 她是那么的温文和谦和 看见她的脸忍不住声音会得小起来 再不高兴也会禁不住礼貌地对她微笑 很少有女子这么美而又获得尊敬 有谁敢会对她小如飞飞呢 游敏是高贵的女子 连名字都那么的合身份 虽然若干年后有一个林青霞 但是游敏好看的心平气和 一个切合中国数千年文化身份的女子 在影迷心目中是永远的 最难得的是她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不辜负众人对她的一片心 1959年 游敏主演了国际电影 贸业有限公司的《玉女思情》 该片令她获得第六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 并一跃成为香港最闪耀的女明星之一 1959年第七期影风电影杂志上的 专访本届影后游敏一文中就写道 只要是在片场见她 她手中老是有一本书 那本书是《演员修养论》 简直不离左右 次年游敏又以加油喜事 蝉联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1962年更以星星月亮太阳 获第一届台湾鸡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风靡中国香港和台湾 东南亚及日本等地 1960年6月第56期国际电影杂志上的 谈游敏的演技中指出 她肯努力 能虚心研究 每一次的改变 而事先她下了一番私心琢磨的功夫 游敏的积极上进勤勉工作 既暗合了当时正在崛起的香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又凸显了她独立干练的现代女性特质 作为当时电影界的红星 她可以和几个大公司同时签约服务 这种特权在当时几乎只有李立华 林黛 乐蒂 夏孟几个大明星具备 在电帽时期的创作 无疑是游敏演艺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六年间 依托电帽的大制片厂制度与明星制 游敏在文艺片 喜剧片 古装片中不断尝试 塑造了或清纯可人 天真活泼的少女 或身世悲苦 忍辱负重的姑女等形象 成为电帽最受关注的女明星之一 事实上 在孕女私情供应前 游敏曾有六年不温不火的影坛经历 游敏原名碧玉仪 祖籍广邓省花县 1936年出生于香港 父亲是乐聚明邻白玉堂 1952年 尚未高中毕业的游敏被邵氏相中 随后因其清纯可人的外貌 典雅大方的气质 被誉为影坛孕女明星 在为邵氏效力的六年间 游敏主演了18部影片 大体而言 游敏在邵氏的职业生涯 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稳定的荧幕形象 部分原因在于 邵氏一会要他扮上奶奶 一会要他做修女 做娘惹 做歌女 做心理变态的窃贼 而忘记了游敏只是生活经验与情感发育 亦未真成熟的小女学生而已 1958年 游敏转头电帽迎来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电帽准确的女星形象定位与高效的渲染包装 成为游敏的表演生涯 走向巅峰的关键 在电帽 游敏自身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发挥 她的演技日益成熟 通过主演《孕女思琴》《加油喜事》《星星月亮太阳》《小女儿》《1963年》等影片 逐步成长为香港影坛最受瞩目的女星之一 如果联系游敏的成长经历 便不难发现某些端倪 她生在香港 长于澳门 求学期间辗转于香港 澳门与广州 在英文书院的读书经历 更令她具备扎实的英语功底 为她在荧幕内外跨国提供了重要条件 1961年 电帽鉴于游敏在亚洲的号召力 与日本东宝公司联合设置彩色影片《香港之夜》 让游敏出任女主角 日本东宝诸事会社当时以2500万日元作为游敏的宣传费 《香港之夜》在东京戏院上映时 打破了当地同期上映的所有中外票房记录 历时三个月而盛况不衰 游敏因此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外国女明星 甚至获日本新闻界封为《香港珍珠》 电帽共事借此机会大肆营销游敏的明星形象 在将日本媒体对游敏的报道做了统计归纳后 指出游敏封敏日本的原因在于 一 她很像日本人 二 她有一个日本人所喜爱的典型 三 她太温柔有礼了 作为中国香港与日本合作的三部曲的首部作品 《香港之夜》在日本走红后 接着《香港之心》和《香港东京》也相继问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拓展市场 以电帽和邵氏为代表的香港制片机构 纷纷与台湾以及日本 韩国 泰国等开展交流合作 让荧幕上的女性有了更多跨地域工作的机会 在这方面 电帽与日本东宝珠视会社联合制作的三部曲颇具代表性 这一系列影片令游敏突破了既有的荧幕形象 在一个更具国际化的舞台上展现出东方女性的魅力和现代女性的特质 三部曲以游敏饰演的第二代移民告别难以言说的过去 选择现代西化的生活方式为主题 并以缠绵翡翡的跨国恋情与多地的抑郁风情作为噱头 试图迎合香港年轻观众的口味 东宝珠视会社当时已经预料到 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并不会受日本观众欢迎 于是她们把游敏塑造成一位既拥有东方美貌 又具有西方行为举止的新女性 事实上 因为战后敏感的中日关系 游敏对香港与日本合拍片剧本的挑选尤为仔细 到现在为止 日本一共寄来三四个剧本 我看过一个 电报公司看过其余的 但都不怎么合适 不仅如此 她在拍摄香港与日本合作的三部曲时 拒绝拍接吻镜头 一度令影片拍摄陷入停顿 最后经双方协调镜头改为宝田明 在游敏额头上千千一吻 这一折中解决方案突现了游敏强烈的民族意识 很多人认为 她退出影坛实在是迫不得已 因为电贸老板陆运涛及整个团队出事 也导致她今后影坛地位的不确定 同时 好友林黛的自杀也令她痛心 同时香港电影界也受到嫩地极左思潮的影响 左派电影日益凋敝 在这样的环境下 游敏避开世俗的烦扰 回归到家庭过上安静的生活 也许这才是她本人真正想要的结果 游敏这一生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而且也没什么粉文 也对得起影坛孕女的称号 但让人感到愤怒不已的事 在她病逝后 与其丈夫高福球合葬于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 2019年7月12日 竟被亲友去祭拜时 发现骨灰笼卫遭到破坏 骨灰盒和伴藏品被盗 亲友于是急忙报警 至今案件未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